现在有一个有序的顺序表 它已经排好序了 从小到大排序的 并且数了一下 发现一共有14个元素 从017开始一直到908 这是14个元素 第一问要求 对其进行折半 画出对其进行折半查找的判定数 那既然已经是排好序了 那进行折半查找 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只需要每次 取中间的 就是取一半处位置的那个元素 当做当前的根捷点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现在一共有14个元素 那我们说中间的 可以是第7个也可以是第8个 那一般习惯上呢 我们习惯向下取 向下取 也就是中间这两个 这两个人 这两个元素都是在中间的 那我们一般习惯性取第7个 当然你要取第8个也可以 这小题呢 我们这里取第7个 也就是509 作为整颗判定数的根捷点 当然那以此类推 比如说 剩下前六个元素的时候 也就是左子数 前六个元素都在左子数 那么你取中间的那个元素 也要向下取整 就是标准要统一 每次都是向下取整 遇到偶数个情况的时候 都是取中间靠左的那个 遇到奇数个的话 就取正中间就可以了 那因此我们看154是左子数的根捷点 然后那边677是右子数的根捷点 因为677这个正好它 这边有七个元素 677正好正中间的那个 所以677作为右子数的根捷点 这个比较好判断 主要是这些偶数个元素的 我们要取标准统一 你要最开始取509的话 那都是偶数个取中间靠左的那个 如果取512的话 512是第八个元素 如果取512的话 那每次取根捷点 都是取偶数个中间靠右的那个 标准统一就可以了 那这是第一问 把它的判定数 折半查找的判定数给画了出来 第二问 如果要查找275或者684 将依次与表中哪些元素进行比较 如果查找275的话 那首先肯定是 在这棵树中肯定要比较的 就是这个根捷点509 发现275比509要小 那它是 它是这个有序的 我们说刚才已经排好序了 那275肯定是在509的左边 所以第二个要比较的就是154 发现275比154要大 那么一定是往154的右字数上去找 这时候比较到275了 那么查找结束 查找成功 在这棵树中我们找到了275 那一次与509 154和275三个进行比较 如果是找查找684呢 那我们先观察一下发现684没在上面这个序列中 这14个数字里面没有684 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按照在这棵树中查找的顺序来行 首先比较根捷点509 发现684比509要大 那么就往它的右字数上去找 比到677 发现684比677还要大 那么就再往右找 897 发现比897要小了 这个时候就要往左边找 左边发现765 但是这个时候765仍然跟我们要找的684不相等 可是765再往下 也就没有其他节点 765在这里面已经是叶子节点了 因此我们就这样的一条路径比较下来之后 宣布查找失败 在这棵树中或者说在这个序列中是没有684的 这是第二文 那第三问 计算ASL两种情况 一个是成功 一个是失败 都要计算出来 好 那我们先看查找成功的情况 查找成功也就是会找到图中某个圆形节点 其实也就是找到我们图中 或者说这个区列中的14个元素之一 那么这就属于是查找成功的 当然这图中我们这个圆形节点 它里面就是含有对应的关键字 或者说元素的值 好那这里一共有14个元素 比如说如果查找509的话 它处在整颗判定数的第一层 那么我们第一次比较就能够查找到它 所以509的查找次数那就是一次 需要找到509的这个查找次数那就是一次 那么第二层的这两个154和677呢 它们当然就是两次了 第一次和509比 如果小的话就往左边 发现154就正好对应上 然后发现大的话就往右走 677 那么这两个元素呢 它们处在第二层 因此就是两次 那同理第三层三次 第四层就四次 那这样我们对以上的这些进行一个求和 然后除以14 因为它整个的元素的总个数是14 也就是右面的这个这个式子 把它算出来 结果那么就是14分之45 这是它的查找成功时候的ASL 那再来看查找失败 查找失败 如果查找失败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访问到 不能再继续往下访问了为止 那就是说找到了这些 这些方形节点 图中那些方形节点 那么就是查找失败的 比如说刚才的这个684 刚才684我们是这条路径走下来 那比较到765这里 发现684比765要小 应该选择765的左子数 但是765已经是叶子节点了 它的左子数就是这个方形节点 里面是空的 那说明684这个元素就不存在 因此查找到这个第五层的 虽然我们这个数只有四层 但是这个方形节点呢 它是有一些处在第五层的 当我们查找到这个第五层的 这个方形节点的时候 一共查找了五次 就也就代表了 这个684元素没有查找到 那当然 在最后这里 最后这里 虽然是找到它 它处在第五层 但是我们认为 与元素的这个比较次数 与元素的比较次数 才记录到我们最后这个 平均查找程度里面 因此它实际上是 和这四个元素进行了比较 它找到了第五层 但是第五层呢 并没有真正的去和它进行比较 因为它是一个空节点 所以这里我们认为 它像这些处在第五层的这个方形节点 我们并不是比较了五次 而是只比较了四次 发现已经到了业节点的时候 就不再往下比较了 因此这有一个四乘十四 那么还有一个三乘一呢 就是在这里 那比如说我们要找十六 十六的话 往左再往左 那这个时候发现实际已经是叶子一点了 就不再往下比较 因此十六它是 它找了三次 因此这是一个一乘三 好 一共 是有十五个 一共是有十五 这里这里答错 一共是有 十五个方形节点 因此是除以十五 那么 十五分之 这个三加上五十六 那么就是十五分之五十九 这是它的 查找失败之后的平均查找长度